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帶來的是傳說對決一個很有趣的策略或者是戰略 就是誘敵之術 那我在這一場發現了 這個對面的這個玩家 他們會有一個人在外面假裝是掛機 然後讓你掉以輕心要上前攻擊的時候 這時候躲在草叢裡面的另外一個人就會跳出來 你看現在就是我以為這個納克羅斯掛機 結果打到一半他跑掉了 那我的紅也被吃掉了 但是沒關係 因為這個是路人場嘛 也很難說要請隊友幫我們看一下藍區還是紅區 我被薇拉定住我就不深追啦 還是先把野怪吃一吃 那這一場因為有納克羅斯這種機動性比較高的 所以我就要有那種警覺性 想說他會不會去gank 或者是去埋伏 欸這裡其實我跳得太早 我應該趁小兵進塔的時候再跳 這是比較處理的不好的地方 那這時候納克在中路出現了 我來下路呢其實我打也是當作輔助在打 就是要保護我們的射手 正常的話一個場次最高輸出應該是射手 那其實我現在再來吃這個紅就是怕納克越來返野 但我一邊吃又一邊怕說 凡恩被納克埋伏 所以你看我看到納克出現了 我要趕快前去救這個防恩拿 然後我就是 迫伏的防迫伏 我等他先出去之後 我再接著後面 跳大招 但這邊 對這邊我走了 哇一開場就0比4 所以 希望他們不要怪我這個打野就好 我已經盡力了 這時候我要又去下下維拉 這時候因為技能都沒了就先撤退 那蝴蝶也是很勇敢 他剩一點點血往前衝 我就希望他先去揮補狀態 沒有現在重點是怕納克從旁邊 坐收羽翁之力 那上路特爾好像發育得很好 那龍馬跟特爾打是沒得打 因為手比較短 像我趙雲如果要打特爾 我也要先埋伏在草叢 然後等他靠近再一招 一招 一招上去這樣 你從遠距離 遠距離接近他會不會封針我 那這邊也是清一下中路 並繼續吃野怪 這一場因為一開始就被吃了紅 所以 現在是小怪生的就自己收一收好了 總比納克收得還好 你看納克出現在上路 結果也被特爾收 特爾那遠距離的緩速實在是 要注意 我現在也是當輔助在玩 保護這個凡恩 你看我跟輔助一樣 擋在射手的前面 如果是玩刀鋒寶貝 他體質比較弱 是沒有辦法這樣打 哎呀 這時候選擇 二打三有點不行喔 這時候其實我是可以收掉龍馬 但因為還有特爾在遠距離輸出 這個一定要先撤對 然後 閃了一下嚇死人 你看龍馬要來追我了 我要先回去了 好可怕 你看我們現在還是人頭輸 然後耶娜不知道在做什麼 他 他竟然不動 沒關係啦 是要經歷 哇 他們竟然還不走 那從一開始的烈士 打到這邊差不多啦 就是人頭有輸 但是我們的 塔有多一座 兩座啦 中路一座上路一座 那現在也是想辦法先龍野怪 其實打野很少是第一個進場的 我看到耶娜第一個進場 欸他出現了耶 太感動了 這時候 我奮力往前衝 扛著傷害 這叫輪流輸出啦 然後這時候特爾還不走 嚇嚇他 對方特爾也是蠻厲害的 他 會一邊撤退 然後一邊攻擊 喔這時候龍馬出現了 我也要保護自己的隊友 很好耶 勸退了夜叉 哇特爾很強 特爾還不回去野特爾 喔撤退了撤退 像這種有兵線的話 也許你不用全部吃啦 你可以打一打 打一打的話等一下 我們自己這邊的小兵 就會比較強 就可以推過去 所以順手路過這個 小兵就打他幾下 不用全部打死啦 打他的幾下 就可以製造這個兵線的優勢 然後要更變打架時 最好是在自己的小兵附近打 這時候要拆塔二 衝太快你看 錯誤了 然後計算錯了 這時候我要保護一下 哎呀 我們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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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特爾又來了 其實我只是要把塔抹掉 然後就撤退 然後上路呢 上路應該二打一可以吧 把這個狀態補一補 那你會發現我都主點一技 增加支援性 然後我趙雲會 主要是出那個減冷卻 主要是用技能 那技能打完就走了 我要保護一下葉娜 葉娜 葉娜被追啊 這納克 哇 葉娜很猛耶 他竟然不回去竟然還想跟特爾 那這附近看看沒有 隊友在吃魔龍 我去中路露一下頭 你看 現在葉插在偷吃我的藍 但沒辦法 為了保護這個塔 我選擇先去把 冰吃一吃 清一清 清完回來 欸 你看葉插不動 我剛才以為他 後來發現原來不是你看 草叢裡面有躲著 躲著這個龍馬 哇 我剛才很危險耶 所以 我在想說對面是不是 有一起打 要不然怎麼可以搭配這麼好呢 就是一個人在外面吸引 對方 然後另外一個人躲在草裡面 很特別 這時候我們強壓上路 強壓上路 但是 韋拉跟特爾 守得蠻好的 我要保護一下特爾 差一點 好 利用我被攻擊的時候 我們這邊的射手 射手表現得很好 他們狀態也不錯 但是我跟特爾 兩個人 就要回補 這一場應該是特爾啦 特爾的表現 最突出 射手都不錯 所以現在時間到12分了 我們本來是劣勢 好不容易打成 差不多差不多 現在不知道克里希在幹嘛 但反正這一場 我們這邊隊友輪流掛機 但是沒關係 該怎麼打就怎麼打 哇 一打三 鳥獸散 差一點 哇 這時候我利用打塔 強化普攻去打 夜叉 可是沒辦法 被後來跟上的 對方 對方的隊友 就這樣帶走 沒關係 我一個換兩個 然後現在我跟隊友都 在對方的草叢裡面 埋伏 這時候我要趁機保護隊友 因為射手應該是可以風箏 欸這你看 哇 龍馬要跑掉我 再利用這個強化普攻打塔 哇 所以你看納克也打得很厲害 他在旁邊就是 等待最佳警察時機 那我剛才的犧牲就是 把中塔 中路這條路打破了 欸你看你看 夜叉夜叉又假裝掛機 哎呀呀 哇這邊是一團混帳 啊對方因為 四散了分散了 然後射手或寶石 如果沒有人寶的話 可能被抓到就 就 比較沒辦法 啊因為這次 或趕快拆避迷 一場夢多 所以同學我們 不管什麼東西都要學會 是很不教敗不內 最重要要掌握方法 成功的三個條件 其中就是一個方法 那勝不教敗不內 就是態度囉